所有不良人 即刻离开洛阳 大帅 你演得真棒 剧情之前 先建议你将进度调缓 确实可以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集讲了什么 原来早在数月之前 墨北王后有 就让王后 那为何不大胆地和不良帅赌一把钱去洛阳呢 就这样出现了我们上集看到的内容 随着不良人的进程后 任恒带着妇孺老小都开始四处逃走 在这乱臣贼子当道的乱世 只有活下去才会有看到光明的一天 虽然他们可以勉强逃到 但他们又怎能逃脱大帅设下的棋局 就这样 在不良人的围堵下 任恒川上 现在却给身为大唐古良人的大 是预告中我们看到的镜头 护良帅说出墨北王后堵死了李星云的好朋友耶律安 打乱现场氛围 他指责不良帅勾结外敌分裂 而大帅却不以为意 小了 格局小了大人们 朝堂之上除了监国掌有兵力外 其余兵 满城百姓性命危难 是在等那个人的出现 接下来就上演了 大门打开 屋外到处都是文武百官的清水 看着自己的家眷被刀剑危险 有 大帅放 会为难他们的家人 只是将他们带来吓唬他们一些 还没 自己家人 但还是有人不肯扶手 就像任恒和赵格这样的 结果也只能向他们预想的那样 只不过这是不良人之间的摆拍 还是真实发生 张子凡一句话没说 反而和他见了面之后就离开 对了 我想说 勾结外遇 翻不倒是 而大帅也意识到 就算好了一切 达成合作 他们叛变了大帅 监国许我的烟云十六周 本后倒是更有兴趣 而等到旺仔前来看到这一切 而到半个月后 到了皇帝即位之际 全国百姓都很高兴 江玉终于得到了统一 他们大肆庆祝 前缘点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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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第一次看剧情的时候 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知各位不良人的粉丝 对这集有什么看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